蘇利王家騎警公布拘捕一名入職三個月的蘇利市警涉嫌違反誠訊 市警發言人證實涉案警員目前大身停職等候調查結果 鄧曉恩報導 蘇利市警發言人證實一名警員被王家騎警逮捕 但未有公布涉事警員資料 並指出相關檢控涉及違反誠訊 尚未獲得被C檢察部門批准 發言人表示攝氏的警員在今年5月獲取聘用 有一年多的警務經驗 他被安排停職留身 並由蘇利王家騎警對該名市警進行刑事調查 由於蘇利社區正進行警隊轉換 因此出現兩支警隊同時執法狀況 今年6月蘇利王家騎警一名警長 擅自使用警方數據庫翻查數名女性資料以被控欺詐 案件正在排期審理 新時代電視鄧協恩報導